我們一定要真的要最愛自己 愛自己之後你才有能力去愛別人 愛你的工作 我先前的工作形態我知道很不健康 因為就常常忙起來 就犧牲自己的睡眠去 滿足家庭跟工作 兩邊的蠟燭兩頭燒 以前我總覺得 人的意志力好厲害喔 所以只要有意志力 什麼事情都辦得到 我甚至覺得我的意志力 是我自己的超能力 可是我後來發現 身體是會藥回來的 所以當我被醫生宣告 你得了乳癌 我當下其實當然一定會震驚 也有難過 可是我很快的就接受了 我並沒有怨天尤人 會覺得為什麼是我自己 我告訴我自己其實 真正會打擊到 真的會打倒人的 其實是心 是那個心 雖然說化療的過程是很辛苦的 可是我覺得 我希望我當正常人 我就一直告訴我自己 心態 我不能被打倒 而且其實 我真的覺得在這個化療的過程中 我都反而是得到滿滿的關愛 無論是我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醫護人員 或者是我的同事 我的朋友 我覺得我心裡 反而比過去更有能量 外型的變化 對我是最大的打擊 一定會改變的就是頭髮 所以要變成光頭這件事情 其實是讓我還滿沮喪的 至於有一些 譬如說水分滯留 你會變成很虛胖 你會變成水腫 會有一些不同的狀態 這些在工作上面 是造成我困擾的 但是 我就是一直告訴我自己說 這些都是一個過程 這就是皮肉痛之一 這些都是你變好了 你變健康 需要經歷的一些考驗 我覺得美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心地 心地善良其實是一種美 那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從以前到現在 無論我有沒有這場病 或者是無論我的外型有沒有變化 我都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正能量也是一種美 唯一沒有改變的是我的保養 我不是敏感膚質 但是化療期間 它會讓皮膚變得比較脆弱 所以反而非常需要修護 我就變成 需要擦修護力很強的保養品 我先年用一些保持的東西 可能是非常的油 我覺得它夠滋潤 可是它是沒有造成我長粉刺 那有修護力的保養品 通常給人家的感覺都是比較厚的 如果不適合自己的膚質 你是會滋養粉刺或痘痘 但用對保養品之後 我就覺得 這個困擾我就比較沒有 真的 我的醫生告訴我說 就像你吃 你也不要特別去補什麼 或者你聽說什麼 哪一種補品什麼 就原本的食物 只要是營養均衡 你的營養就夠了 所以我就把這一套理論 也套用在我的保養品上面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安全